都很有用哦是不是 真的是太棒了 阿兵老师您挥在那儿 被你旁边那么帅哥挡住了 再挥一挥手 来来给我看看阿兵老师91了 开始阿兵了 对对对 谢谢 其实我在广播电台里服务 我主持广播节目 23年了 也是因为我的妈妈 给我更多的勇气 因为我们特家人有什么精神呢 啊 应景的精神 对不对 对啦 郎章 我想这也是我的妈妈告诉我 任何事情都要勇敢去面对 所以我很开心 我有更多的机会 有人说在我身上 我拿到了八金 这八金就包括刚刚提的金曲奖 还有金钟奖 还有金师奖 还有全国十大青年金手奖 还有金音奖 声音的音 老音的音 还有金音奖 各种不同的奖项 这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重要的是过程 因为我相信我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 我希望我们真的有一天两个人唱到不能唱为止 坐在轮椅也可以唱 对不对 躺下来还是可以唱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记得 我们混账综艺团 就是混合各种障碍的综艺团 今天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哈嘎你啊 我们是客家人 所以就派我们两个来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机会也希望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团员 也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们老奶昌非常欢迎我们混账综艺团的朋友 尤其像我们阳光小雨 看到你们心情就非常的愉快 尤其你们用你们的美声 来征服我们现场的来宾 我们阿斌老师用他手上那支笔 写出动人的歌曲 真的是非常的钦佩 非常的佩服 尤其透过两位有这么好的赏音 能够将我们的曲目呈现得这么好 让人家知道人定胜天 我们龙台县的相亲 也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好朋友能够天天很愉快 也祝福我们这个阳光小雨 你们能够让人家勇记在心 人定胜天 好吗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分享一首 这是一首童谣 叫阿久见 谢谢